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师父说过 每一代主人都是如此 只要第一次为谁拔剑 就会和那 就会和那个人纠缠一生 你来这儿是想我了 想睡觉了 还是想和我睡觉啊 都不是 我有睡觉的地方 我只是有些话想和你说清楚 那你说吧 我听着 男女之事倒也不难解 最重要的是你情我愿 如果双方都是自愿 那自然有得谈 所以 你得先确认对方是否是自愿的 男女之事并不难解 最关键的是你情我愿 如果我们都是自愿的 那就有得谈 倒是开窍了 那谈呗 所以 我得先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自愿的 我那天被下药了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所以我应该不是自愿的 爸 药是我下的 但酒是你自愿喝的 爸 如果谈不聋 那我还有另外一套说法 江湖人士招生募死 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在意这件事 常言道 末使金尊空对月 所以 你得试着让对方觉得这事 不重要 江湖中人招生募死 其实有些事吧 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意 常言道 末使金尊空对月 金尊之言如此可教 所以我得让自己觉得这事不重要 可这事挺重要的 我做不到呀 这是我第一次呀 那你这么说来 倒是我亏待你了 那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 其实我今天来吧 就是想把这件事跟你说清楚了 希望你别再拿这件事来逗我了 可是你说话吧 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一句真一句假 我不知道你说话什么时候是真 什么时候是假的 我真的很想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可是你说话吧 我说到哪儿 我在说什么呀 我好像又没说清楚啊 你不着急 不着急 慢慢想 想清楚为止 想清楚了吗 温柔 你怎么又跑来三口楼了 我不是来喝花酒的 我只是不想让你 不想让我怎么 我不想让你误会 不想让你不开心了 不想让你不开心了 我之前真的被人下了药了 我犯糊涂了 所以我想来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了 我已经弄清楚了 小药姐姐那是在逗你的 其实什么都没有 小药姐姐 你们什么时候关系那么好啊 不是 合着你们闹我玩呢 你谈过十五次恋爱 我当然要惩罚惩罚你了 我真没有 军事那情报都是假的 不是 你之前不是问我 为什么一直不拔剑吗 因为那把剑叫挽留剑 我师父说过 每一代主人都是如此 只要第一次为谁拔剑 就会和那 就会和那个人纠缠一生 我第一次拔剑的时候 就是为了你 蔠樱花 得过来 他们拔剑 就是为了你 我不想知道 就是一天